结果了朋友都会说 今年冬天好像没有那么的冷 上次是个暖冬 但是昨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导致其实全台各地都有浓浓的耶旦气氛 但是今天一早天气其实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不过其实是有一个降雨 已经逐渐趋缓的一个状况 主要就是因为东北季风目前是属于减弱状态 但是今天中午过后 甚至入夜之后 东北季风又要逐渐增强了 而且现在虽然说水气看起来还不会很多 但是在入夜之后 其实水气就会慢慢的又要移入台湾了 所以观众朋友院间周末假期 很多人会想出门走走 所以要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一些外出活动的话 可以安排在礼拜六的上半天 会比较适当 因为在上半天之后 可能就会开始飘些小雨 尤其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就是会比较明显的 而再来看一下刚才说的雨量的部分了 雨去预报图来告诉观众朋友说 其实雨量大部分都是降在东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跟北部地区 主要都是会在入夜之后 或者是可能今天在傍晚开始 就开始逐渐飘雨了 但是在西半部地区 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 目前看起来天气还不错 但是有好天气就没有好空气 所以其实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 可能要特别提醒您 这可能过敏的观众朋友 会觉得说今天空气状况还是不太好 出门戴个口罩会比较保险 再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 温度部分来告诉观众朋友说 其实现在跟昨天同一时间六点多 温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为今天周周假期 很多观众朋友会想出门走走 出门玩 所以南来北往 特别注意咯 衣服不要穿错了 目前温差是有五六度之多 那到了中午 中午开始呢 其实会慢慢地缩减 但是呢 其实现在啊 如果现在就已经起床 要出门 要到南部地区玩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南部的朋友 您想到北部来游玩 记得哦 其实台北目前还蛮冷的哦 这个外套可能要多加两件了 而最后天气走势 要告诉观众朋友就是呢 其实又快要跨年了 很多人都会说 跨年夜天气到底好不好呢 目前看起来 是这样子预估天气还不错 因为雨势会到了29号 逐渐地趋缓下来 东北季风逐渐减弱 但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虽然雨势是逐渐趋缓 但是呢 温度可是没有降太多的 所以要提醒您哦 这个外套可能也要记得携带 而再来围巾还有呢毛帽 也不要忘了 那以上是这一集就像的资讯